中国斡旋之后,沙特不惜一息代价,摆脱也门 美国又要难受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玄少 在中国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和解之后 整个东东地缘政治发生了一场巨变 此后,被美国制裁的叙利亚正在回归阿拉伯国家联盟 土耳其与埃及的关系开始和解 目前最受人关注的还是沙特似乎正在不惜一切代价的摆脱也门战争 则2015年3月26日起 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盟军队干预也门局势以来 这个贫困的国家直接和间接上升的人数高达数十万 450万人流离失所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胡塞武装于2014年控制首都之后 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盟干预行动迎来了八周年的纪念日 这场战争于去年4月通过联合国斡旋后实现了停火 目前处于休战状态 其实在以伊朗和解之前 沙特已经和胡塞武装展开了秘密谈判 据外媒报道 沙特的诉求是能够以胡塞武装达成谅解 以确保野门与沙特的边境地区的安全 其深层次的原因是 虽然战争打了八年 伊朗支持下的胡塞武装控制了野门的大片地区 掌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先进武器 并且还能不断地袭击沙特和阿联酋 到现在很多人对中国能够斡旋沙特与伊朗表示惊叹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千年世仇 而且双方对决的主战场就是在野门 其实伊朗与沙特能够和解 有中国努力斡旋的原因 也有沙特与伊朗这两个国家内在需要的原因 从沙特迫切寻求退出野门战争就能看出来 和平符合其国家的根本利益 首先沙特想进一步地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就必须与伊朗和解并结束野门战争 沙特原来之所以敢于武力介入野门局势 更大的底细就是美国能够提供军事支持 但是不管是特朗普政府时期还是现在的拜登政府 美军都没有对野门局势进行过过多的干涉 甚至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 也没有做出该有的反应 第二沙特看不到通过武力干涉成功的希望 你也可以理解为 伊朗支持下的胡塞武装更有能力获得胜利 沙特干涉野门局势 原来有两个动机 第一是确保自己以野门边境线的安全 第二是保护野门政府不被胡塞武装推翻 说实话这场长期的消耗战证明沙特虽然有钱 但是少爷兵们真的不给力 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野门危机 就必须妥协 这个选择很现实 第三野门危机正在危及沙特变成旅游 和投资中心的整体国家发展战略 沙特目前正在建设一座 耗资5000亿美元的未来性城市 以及一系列的度假胜地和景点 所以利亚德担心任何涉及武装冲突的事情 都会损害到沙特成为世界新的投资和旅游目的地的定位 为什么说沙特摆脱野门危机会让美国更难受呢 因为野门危机是沙特与伊朗之间 是对抗还是和解的最重要的标志 如果沙特自身安全环境得到改善 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对美国军队的依赖度 当沙特不再那么需要美国的时候 美国对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就会被极大的削弱 总体而言沙特与伊朗的和解 以及沙特军队要从野门重生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沙特国家发展的需要 中国推动中东和平符合区域所有国家的利益 而美国在希望利用冲突达成其目的 因为有对抗才能够显得自己有价值 才能利用专动这些对抗 牢牢地将这些国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现在中东地区实现了和解 美国的利益必然受损 而中东地区国家由于和平的到来 更加有利于其经济发展 从中不难看出 中美外交战略之间的根本差别 好 今天评述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